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在云南的大理 今天呢是一个Room Town 这是传统白族民居的Room Town 传统的白族民居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三房一造壁 一种叫四和五天井 今天我所在的这个房子呢 是传统的白族的三房一造壁 在大理这个地方呢 三房一造壁 这种传统白族民居呢 会比较多一些 那四和五天井呢 等于是一个三房一造壁的plus版本 四和五天井的白族民居 现在很少 只有喜洲那个地方有些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三房一造壁的白族民居 也有80年的历史 那好 你们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传统的白族民居呢 一般都是砖木结构的 所以呢 它这个整个大的骨架呢 都是由粗砖特别厚重的木头 构建成整个骨架 再用这个砖块来把这个围墙给垒起来 它主要的这些支撑木都特别的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上二楼的楼梯的位置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 是一个两个房间夹角形成的天井 这三房一造壁可能没什么效果 那四和五天井的话就不一样了 四和五天井嘛 四个方向都有房子 现在我来到了一楼 在我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造壁 你们可以发现 现在太阳打在造壁上面 然后我的脸也是有造壁的反观 然后呢 造壁正对着的这个房间 白族叫堂屋 按照传统来说 是不会用来接客的 一般都是成立一些主线的牌位 过年过节的时候 有一些祭祀的活动 那三房一造壁 中间这个院子呢 最美的地方 其实就是善美 每一个来大理的朋友 我认为都应该到三房一造壁 或者四和五天井的白族民居的院子里 抬头看看大理的天 而且这个三房一造壁的房子的每一块石板 都是由这种白族的石件 一锤子一锤子的用手工造成的 就等于这个整个房子都是纯手工制造的 通过今天的视频 是不是各位朋友 已经大概的知道了 大理白族民居的基本结构了呢 要是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对 你就可以关注我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